诉求罢免高雄市长韩贵瑜的投票将于6月6号举行 罢韩团体4月25号挂出第一面广告牌遭检举违规 29号上午被拆除 而当天他们又立即再挂上了第二面广告牌 一样为涉钱申请 高雄市公务局斥责这时公然执法犯法挑战公权力 随着罢韩投票日逼近 罢韩团体动作越来越多 高雄市政府也展现强硬执法态度 罢韩团体25号挂出第一面广告牌遭检举违规 高雄市公务局29号上午刚拆完第一面广告牌 罢韩团体同时间又立即再挂第二面广告牌 仍然是先挂再补申请 对此高雄市政府29号下午透过新闻稿表示 罢韩第二面广告牌仍未依法申请悬挂 公然知法犯法挑战公权力 一层的数误性事物根本不需要市长来过问 这个看板基本上跟汽车广告看板是没有差别的 只要事先申请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我们不需要把它复杂化 罢韩团体家族玛丽想要催出罢免票 他们说在高雄全市预计还要挂50面广告牌 不过这个新广告牌能存活多久 也成为半韩投票前的另类公访站